其实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数据 都有显示 其实女性朋友 她们创业的比例 跟过去十年比较起来 大概也是至少成长 一成到两成之间 那其实不算少 因为你创业的比例已经增加了 那成功的一个幅度 当然也是等比成长的一个情况 但我觉得女性创业 有女生比较特别的一些条件跟状况 比如说女生比较细心 然后女生非常乐于学习 这一点我觉得是男人没有办法比的 真的 男生比不上 男生比不上 OK 我一定要讲 因为我们常常是很多 课程的老师 讲师 结果其实十年前跟现在来听的 男女性的比例 我发现女性的比例大幅成长 不管是要付费的 不用付费的 女生来听的比例 是大幅成长的一个情况 而且如果不是女性 创业能够成功 来鼓励了后进的持续的加入 这个创业的行列当中的话 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数字 我从107年8月份 经济部登记的这个商业加速里头来看 男性作为负责人的占69% 女性占30% 这个跟10年前来比的话 男性占71% 女性占28% 其实它有相当幅度的成长 对 有一些消长 我愿意很负责任的 我以为你要唱歌 我愿意 我愿意很负责任的说明一下 我引用这个调查数据的出处 它来自于1111人力银行 那么他曾经做过调查 受访者当中90% 他们都愿意要创业 愿意要创业 那么而且创业意愿之高 另外还有 我也可以说明一下 女性为什么创业容易成功 因为你小的男生买东西 通常会久久买一次 你比如说刮壶泡泡 一罐 对 一罐又会很久的 可是女生用的东西 他几乎是 他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逛街 转一转来买 男生一套西装 有人厉害的 穿到10年以上都有 那是没问题的 然后又不退流行 所以说他要什么时候再买下一件 是10年以后 因此女生消费比较频繁 好 女生的商品消费比较频繁 也就造就了 如果说我们女性创业 是在去做销售女性的 这种商品的话 她是不是比较了解这个商品 所以自然就是她的销售的状况 更了解市场趋向 对 更了解 所以女性 还有在这个调查里面 还有一个告诉了我们 女性她之所以 能够成功的一些特质 第一个就身段柔软 然后第二个就是她有亲和力 身段柔软还加上 她的韧性也很强 韧性 韧性很强 坚韧不拔的韧性 对 不然还能够有 你的韧性 这个人很正性 有钱就是任性 对 对 阿姓的精神 还有第三个 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 是在节目一开始 我跟小伙哥也聊过 就是女性的专注度 真的 男生她从事行业 她会以为 应酬就能够赚到钱 有人开餐厅以为陪客人喝酒 这个餐厅就能够经营得下去 可是女性 她就会相对的比较专注 因为她比较没有这些外物的这种考量 很多的女性的专业者 我知道像有旅行社是女老板 她也不在外面应酬的 她说我不了解 为什么要应酬才能有业绩 我相信庄董应该也很深的这样经验 但是庄董应该也不会有应酬 有应酬不会有这种身材 是 所谓的应酬大部分都男生 她们只是找个借口去 去应酬 去喝酒而已 对 去消费 她们男人最会消费的地方 大概都是那种酒店 女人跟酒 她们只会在这方面花钱 真正消费者是女生 女生包括买男生的衣服 也是女性在买 对 像老公的衣服也是老婆在买 小孩衣服也是妈妈在买 然后女人的衣服 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女人在买 男生根本就没在消费 所以她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需要 什么不需要 就是个寄生虫 真的 对 男生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样让人家掏钱来买东西